今天是福建在主场迎战浙江 在上半场的双方50比46 福建落后4分 来看一下陆文博 王毅博 朱许航 张大宇和吴浅 构成了浙江的先发5人 这跟开场是一样的 外围再进一个 吴浅的3分 对于浙江来说的话 今天其实他们在跟福建对攻的时候 仗不到什么优势 而且福建的大王这一点 今天的发挥是相当稳的 汤杰在下半场获得了先发的机会 他的突击能力 其实也是让浙江比较措手不及的 目前这边在找到张大宇 张大宇 中距离终于投丢了 他这一点让王哲林还是比较头疼的 陈林谦往里突一下 这球应该有了 稀里一点 断下来没有犯规 黄毅超空了 看一下场上的得分情况 于长春这边拿了13分 他的外围投射能力确实相当的强 但是王哲林这边呢 第一阶拿了12分 到现在还是12分 他在第一位的进攻机会 其实是少了很多的 所以这是福建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大王这点应该如何去利用 篮板 这手上滑得不行啊 朱许航空了 当然朱许航今天的投来手感也不是特别好 王一博先队陈林坚反攻 而且让人比较惊喜的是福建现在是全华班嘛 而浙江的今天可以上四节两人次的外援 在第二节这枪上外援的情况下 一度被拉开 但是第四节最后这两分钟又追上来 分差回到了四分 分差最大的时候当时来到了11分 所以说今天福建的任性让人是比较惊喜的 陈林坚刚刚是反跑 打得非常的顺 向前面对于长春是有优势的 球速度不错 2加1 张大宇在罚球线的位置往上一提 朱许航在篮下 打了一个高低位 两分钟 十几号拉扰三圈 加拿一几 来 这一队 来 这一队 来 这一队 来 先够比 一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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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一小 好 错位的情况下 黄一超能防成这样已经不容易了 没用 真够 没用 差张二张 一方 小蓝板 刘志老现在人气很高啊 首先是战绩好 其次是他跟队员之间的关系 那其实很多的球员都是他从青年队一手带上来的 陈林坚这边做到一个机会 两次到篮下都没有打成 手上稍微硬了一点 黄一超的抛头 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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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突左手 再分球 再分球 这两分球没有分出去 目前空了 吹的是篮板球的犯规 又吹在了 余长春的身上 余长春对自己的保护不错 刚开场的时候呢 两次犯规到现在这累积到第三次 所以说在第二节 他在防守端尺度拿捏得很好 目前面对黄一超 也后面又挂上 黄一超又一个犯规 黄一超主要是犯规的问题 所以说要被换下 手没有交代清楚 又换上刘明宇 刘明宇和黄一超今天上来 就是要去盯吴前的 就是给吴前上身体 让你起不了速度 这球就打得比较困难了 就回来之后 在朱续航的手上 撤过来三分 很谦让啊 让吴前来 当然也没有 好 唐吉利用王者林的掩护往里走 于昌春在外围 游明宇 这球朱续航的判断很好 运球先被破坏了 两边太乱了 太乱了 太乱了 对福建这边 把球给唐吉稳一稳 唐吉尽管说 不是那种去压节奏 能够去组织的球员 至少是一个后卫 你在后卫手上 多停一会儿 让他先看看场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再来进攻 如果一直是快攻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这场面就根本收不住 林晓天换下了王一博 大王这球造成了张大宇的犯规 上罚球线 第一节打完之后 王哲林又一次获得得分的机会 给他这样的机会 确实是要坚决地打 给了一个提前的反规 没有罚球 王哲林自己往里走 好 转身 顿着一下 脚步不错 帮子 王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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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大王这个蹲位 拿球之后他只要愿意往里碾 几乎就可以挂着对方走 现在的身体就是最好的时候 两发中一 目前兜出来 汤杰跟他还是比较紧的 给到出去行 余长春是放了一步的 篮板球 张大宇进攻板拿下来 第二次没有 王哲林 篮板球终于保护住了 汤杰跑起来 再分 在第一脚没有出手 慢下来 还是围绕王哲林 王哲林和张大宇 智探部之后的中距离 智探部之后的中距离 两边有双挡 无前往里走 跟进的朱雪航 球被切掉 还是浙江的球权 浙江队已经换成了 又是张大宇的中距离 底线球刚发出来 张大宇就进一个 又进入到暂停的时间了 咱们稍息休息 一会儿再来看比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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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加油 王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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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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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帮帮拳 现在是反击 他要打击 我们也打不住 帮帮帮帮拳 快到了前场 突然间碰出了一个球 打击点了 对一下 没有什么重点 咱今天所有的进攻太糟 那个节奏感已经 带拳快 投篮是不能快的 找到好自己的节奏 大宇啊 你死不大劲 投篮不能再那么大劲了 你多高 又不是小个儿扯上去 哪个这么闻呢 大宋 阿长 不要乌运过去 从这边湖里传 或者传这儿 或者传这儿 听说吗 快点快点 要有益 给过去 大王接球以后 都没有 没有准备 没有准备 我刚才说的 如果说 还有什么球 一速过暴击 传球的时候 就拿出来 该上篮的时候 球拿起来 那你像这种人 人球的手 球已经都不去 或者这个打起来 完了 把那个细节做好一点 再反对往前推 那刘明里 你该做破坛 没破坛 加油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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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 武器也许加油 好 再来回来 首先要提醒大家 下载密咕视频APP 抢CBA新赛季观赛优质体验 CBA全新黑科技 5G云观众加云包 向在密咕视频APP 独家上显著 全国球迷上向观赛乐趣 通过云观众功能 与比赛现场连线 强占现场大屏齐位 与全国个体球迷相聚现场 为你的主队加油助杯 用户也可以创建 5G云包箱 与好友观赛砍球 两不五 继续来关注比赛 差7分啊 这分差其实更不大 在暂停期间呢 其实两支球队 布置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福建这边呢 伍西尼奇主要在说 我们的战术应该怎么打 比方说我们的配合时机啊 放过手势 演出之后完全能下顺啊 还是往外弹啊 再说这些人 在战术上面去交代 但是刘伟伟 他主要在说的是 球员个人的技术问题 比方说你什么时候下球啊 你出手到底该轻该重啊 这还是能够看出来 球员跟交流人之间的 这个感情啊 其实是不一样的 来准备上来之后 收下篮板 要等屋前 扶底线 扶货来 完成空了 今天林向天的手感不好 打 在这边 灵足天不破 再者到洛伯在第一脚 再者到洛伯在第一脚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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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给的是附近的球权 看一下刚刚大王的跟进不扣 加击之后的分球也做得相当不错 然后篮板球的嗅觉也很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赛季的周琪 已经利用自己在场上的这种拼劲 包括说确实是大魔王一样的数据 让大家觉得确实他是 可能中国篮球最优秀的 王哲林其实是有这样的能力 或者说非常接近周琪 但是现在确实在场上的态度等等 让球迷有一点不满意 今天这场比赛 我觉得是不错的 二点一半 这篮球呢 四点三分 二点三分 四点三分 对 突然上强度 逼着一下 很到位 目前在往里走 顶着大王 两次罚球 对方的推进速度 特别是有汤杰这点的时候 依旧是一个全场的防守 延误一下对方的推进速度 特别是有汤杰这点的时候 依旧是一个全场的防守 篮板点出来 伦伯给到赖俊豪 赖俊豪背后的运球 差点丢啊 张大宇这边过渡一下 找到了吴钱 身前是刘美宇 还是张大宇 王哲林这时候的防守已经出来了 不断的打两人配合 又吹的是王哲林犯规啊 福建这边是不满意的 觉得张大宇的护球手 支的太开了 福建这边抱怨 裁判看录像回放了 刚刚那个动作确实有一点支肘 我们也看一下回放啊 看看他的那个角度 好 可以放了 好 可以放了 这个角度其实看不清楚的 好 这个角度好 对 这个角度 要吹进攻犯规是可以的 好 我再给我一个角度 好 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的话是可以车移进攻反规的 可是呢你要改判的话要有明确的证据啊 台湾人经过出发情况 先判 白的时代之一号 打手 打手 黄远迟 红的 二十四号 回轴 违级犯规 两败一质 OK OK 先刺激 先刺激 两败球 先刺激 两败球 所以最后呢 并没有把王哲林的这个犯规给取消了 而是追加了一个张大宇的犯规 吹了张大宇一个围体啊 其实这种球呢 就是你要不吹进攻犯规 要不吹防守犯规 两边都吹 有点怪 因为如果说你真的是有围体犯规的话 你这出手动作就不应该算 刘泽一赏 换下了张大宇 然后福建这边有两发一致 打完今天的罚球不是特别无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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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沃后 庄街空切 王志鲜 在上线拿球直接往篮下走 好 左手的上篮 分差现在来到了11分 目前点一下 三分空了 不知道这又要上微博热搜啊 要注意进攻时间 剩下三秒 汤杰自己来 刘泽云呢 也是可以在外围投的 林晓天左手的抛头 再让汤杰打球跑起来 分得不错 篮板球都抢一块去了 大王这球拿到 篮下自己来啊 两次罚球 准备 换人是吧 红灯 续号 大头 换来吃 固件队已经是换人 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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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剩下三分钟的时间 浙江现在维持着双位数的优势 一直都在十分左右 那第四节比赛呢 他们又可以上万元 所以这个优势 其实对浙江来说还算比较大了 只是这分差没有拉开 从赛前的预期来说 一个是八连胜 一个是七连败的球队 大家可能觉得差距会更大一点 或者说浙江啊 今天这比赛发挥的 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好 篮板球 王哲林一个人抢啊 没抢过 可惜了 赛君豪直接往里走 面对王哲林 给了一个普通的犯规 这球也没有给出手 罚球数已经够了 赛君豪上罚球线 赛君豪呢原本他的特点是在场上比较积极 他的走位啊 速度是比较快的 而且跟队友配合完之后呢 他往下顺 也可以打得相当的坚决 但是这个赛季呢 这些特点都看不到 还是王哲林杀来给演户 汤杰在圈顶自己出手了 篮板球漏掉 陈锋这球居然没有把握住机会 陈锋也是刚换上 在浙江这边呢 也刚换上了孙岩松 篮板球 走来 走来 陈鹅 走来 陈鹅 走来 走来 陈鹅 走来 走去 走来 走 朱志导真的是努力 当主教练的时候 都没有喊得那么厉害 来 孙岩松 刚上来 投了一个三不战 这是孙岩松在这个赛季 打的第四场比赛 之前的三场场均出场9分钟 机会不算特别多 陈鹅 再分 底线卡得非常死 唐杰出不了机会 其实李江淮呢 应该更信任自己的投篮一些 他突破应该没有投篮我 先走步 先走步是没有问题的 又失误 二打一 成立坚下手犯规 就这种失误球对福建老师很伤士气 林博上换下了王者林 对 要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之前的几次出手都不是特别好 孙燃松拿到了今天的第一分 之前现在有一个三分投了一个三不沾 然后一个突破被吹了一个走步 罚手两发中一 孙燃松显然是还没有适应场上这个节奏 想去找低位的刘泽伊 林博先拉人犯规 林博现在身板还比较薄一点 刘泽伊可以去低位做他 刘泽伊打到目前拿了四分 对他来说这个发挥不算特别好 因为今天出手不多嘛 福建好好的压时间 上半上打得很好 第三节福建有一点崩了 可惜了一些 赖军豪干扰一下 还是汤杰自己来 有出手的机会 那这样的话比分定格在75比60 15分的差距 第四节呢浙江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上外援的机会 所以说呢 福建还是要想办法看看怎么挺住 当然第二节当浙江上外援的时候 其实福建打得还不错了 其实福建打的还不错了 感谢观看